你知道DP-28背后的故事吗?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你们好,我是雪龙 收到小伙伴的次庆,这期我们就来聊一下DP-28背后的故事 DP-28这把枪相信大家都不陌生,就是我们口中常说的大盘机 它的现实原型最早来源于二战时期 现实名称叫杰格加料夫情急枪 这把枪的优点就是配件需求少,稳定性高 搭配了7.62型子弹 而在游戏中的DP-28也是一样的 配件的需求少,稳定性高 因为弹脚的形状为盘状,所以玩家们经常叫它大盘机 大盘机无论是在前期钢枪还是后期扫车都是有很强的优势 而且弹发伤害比AKM还要大上一点 唯一两点不足的地方就是射速慢和换弹慢 所以在后期打车战的时候,减把大盘机也是不错的选择 好了,那么这期的经营小课堂就到这里了 视频的最后给大家留个彩蛋 你还要听听哪些武器的故事呢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雪龙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,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